好了,来,我们开始进入实战 实战篇我们分为这么几个 18个,应该是18个 18个实战 我们会给大家一个一个去举一些实际的例子 我们用Vershack该对这个数据包分析的时候 怎么去判断问题在什么地方 这是我们实战的一个大概的课程的内容 当然未来可能会对一些实战里边的案例做一些扩充 大家可以留意我们的一些其他的课程 其他的课程可能会对他们做一些扩充 那么我们先看第一个 叫第一个案例 无法访问internet 先看一下问题场景 我们讨论实战一般都会讨论这个问题 是什么样的应用场景 然后网络架构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我们会通过一些数据抓包 问题场景的抓包 然后给到你 让你去分析一下 其实我们用Vershack分析也基本上都这样子 包括我现在给一些学员提供一些 这个顾问咨询的一些支持 当然这些支持不是免费的 我最最最最不喜欢就是 很多很多人他把他直接 不管你有没有空 直接甩个一大堆包甩给你 说帮我分析一下 对吧 其实没有不是谁都有空一直在等着你说你你怎样 如果说我刚好有空你刚好的问题 然后给到我 那这样的话我可能刚好就会帮到你 对吧 但是不是你 有没有不去问他对方在干啥 什么都不问 然后直接把包甩给我 说老师帮我分析一下 对吧 然后搞到最后好像不分析 还感觉特别对不起你 对吧 这样的感觉就让人很不好 对吧 技术这个东西本身互相之间 首先前提得互相尊重是吧 不是谁一定要给谁去帮他去分析干啥的 OK 那关系比较好的我们就无所谓了 其实都不太熟的 那互相之间得互相尊重一下 所以先问一问有没有空 在干嘛 有没有空帮忙分析一下 对吧 一般是这样 现在这种 现在的互联网的学习的环境都是知识付费的 所有的支持相关的都应该多多少少有一些打赏 是吧 或什么其他的 所以我想说的是 这个分析可以 然后那个 得刚好我在空的时候 对吧 你也别急 是吧 如果说我刚好有空 我可以帮你看一看 因为分析数据包是一个费时间的过程 它不是说直接拿给我 我就可以帮你找到问题点在哪 我也没这个能力 对啊 我也得把一些包 从头到尾给捋一下 我得问清楚你的网络角度是什么 你的场景 问题场景是什么 让我们才能分析 所以我想说这么多的意思是告诉你 我们在对对网络进行分析的时候 跟我在讲实战的应该是一样的 他给到你网络环境 给到你网络拓普 对吧 然后告诉你问题 然后他会给你一对包 然后让你去分析 让你去得出问题的现象 所以我们通过Vershack分析 不一定要在现场 但是你需要在现场把一些准备工作做好 然后我们可以在后端做一些分析 OK 我们先看第一个 比如说我们现在遇到一个场景 用户不能访问internet 对吧 已经确认该用户可以访问所有的内网资源 包括其他的工作站上所有的内容 以及运行在本地服务器上的所有的应用程序 这也就告诉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啊 就这个人他不能上网 但是内部所有的东西资源都可以访问 不能上网 所有的资源都可以访问 OK 其实这个问题的描述 他有可能的故障 其实很多 很多的故障都可能导致你上不了网 内部是可以访问的 很多啊 OK 那么网络架构是这样子的 PC接交换机 这只是一个粗略的网络架构图 或者说仅仅只是这一台故障的网络架构图 OK 不是整个全网的网络架构图 啊 PCE 接交换机交换机接路由器 路由器是我的gateway 是吧 然后接internet 然后外边有一个ISP的DIS 听到了 OK 是这样的一个架构 好 这是我们的抓包 这个机缘了吗 这是他的问题场景和拓幅架构 OK 好 来我们看一下 然后呢 这时候我抓包在哪儿抓呢 打开PC的浏览器 然后输入我们的官网 然后之后抓包抓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大家看一下 然后就给你给了你这样一个包 然后你来分析一下 他问题在哪里 看一下 就这样一个包 看一下 前面三个ARP是不是在问 谁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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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我们这个图当中有地址啊 我的地址是20.20.20.2 我的gateway是254 对吧 这在一个gateway gateway是254 然后前面三个的ARP是广播 是吧 三个广播 他说谁是20.20.20.2 对吧 然后这个是单播 20.20.20.多少 10 是吧 这个就有没有感觉很奇怪 通过前面 我们要学会分析包啊 先分一步一步看 前面的ARP 其实在通讯之前都要发ARP的 我们讲ARP协议的时候有讲过 对吧 我们在前面的进阶篇当中讲了一大堆的协议 我们在进阶篇当中讲了一大堆协议 关于协议不了解的 请看那个进阶篇当中的一些协议的一些分析 这我们现在是实战 那ARP 他会发了一大堆 然后最后他开始请求DNS 发了DNS请求 说谁是3W的 是发了一个一个A的请求 说明是请求带PV4 这包我们有啊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实战篇的第一个 这是我们遇到的无法上网的第一个问题 这包我也考给大家了 大家可以拿着包看一下 就抓了这样的一个包 无法上网 那你能告诉我问题在哪吗 那你就要一个个看 开始通讯之前 开始通讯之前 我应该发一个ARP的广播 广播应该请求的地址是 好这个是20.20.20.2 然后又请求了20.2.20.2 是谁 20.2是不是自己啊 20.2 三个20.2都在请求自己的IP地址 OK 自己的IP所对应的Mark 这这个应该能理解的吧 通讯之前是不是要先 都要发一个请求自己 保证这个地址是可用的 所以这三个 我们PD上说的第一个问题 请问前三个ARP的作用是什么 是不是为了避免地址冲突 才发的这个叫无故ARP 还记得吧 第四个 4号和5号包是一对ARP 然后ARP广播 他问的是20.20.20.10 告诉20.20.20 说明现在20.22已经能用了 但这道应该是不冲突了 那么他解析的ARP 是不是有点疑问 他问的是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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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是谁 请告诉我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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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我要去访问理论上应该去解析的是 网关吧 应该是254才对吧 对不对 所以你分析到第四个包的时候 你就应该找到问题了 明白意思吗 他问的是20.10是谁 请告诉20.2 好 网络当中有20.10吗 有的 因为他回了一个看到了吗 他说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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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就是我 我的Mac地址是0000200 你看到吗 0000200就是我吧 这就是20.10给他回的 听懂这意思吧 回了以后 接下来整个的ARP解析就完成 完成之后 接下来要进行DNS的解析吧 DNS解析他立刻发了一个基于A的解析 应该这个解析当中 我们要看 HIGHG那边的那个 应该看这个才对 上面所有的解析 是我主机对于其他域名的解析 你看 time.windows 是吧 我们装的所有的操作系统 Windows操作系统 其实你不去访问网页的时候 就你电脑刚开机 它就已经有很多的 DNS域名解析的流量 比如说time.windows 这个就是我的Windows的 时间同步协议 电脑 我们为什么电脑每次开机 它的时间都是正确的呢 对不对 这个问题有事 有想过吧 电脑每次开机 时间都是正确的 那是因为 只要你电脑可以联网 它的系统会自动 去找一个Windows的时间服务器 这个时间服务器的域名 就是time.windows 所以这个不要觉得奇怪 你们在抓的时候 发现有很多的这些域名 不是我想 不是我正在发起的时候 解析的域名 是说明系统 它会自带一些 一些域名解析 OK 那么我们应该关心的是这个 这个DNS解析有没有问题 那 DEFF 说明这是一个 一直在发的 基于 hi-glab.com的 这样一个域名解析 对不对 这个域名解析当中 所有的包 都是一样的 因为 这个查询 它并没有收到任何的回复吧 并没有收到任何的回复包 所以它一直在查 谁 61.177.7.1 对不对 61.177.7.1 请问 你的这个 你的 你能解析 hi-glab.com吗 好 没有回复 所以说到这 问题应该在什么地方 得出的结论是 第一个不能上网 得出的结论是 得出的结论是 你的网关配错了 我应该解析的是254 而不是10 看一下 我给你解释一下 这个过程 它的网关应该理论上 配成254 但是 它配的是10 20.20.20.10 听到了吗 我们看到的整个过程 抓包的整个过程 前三个包是在做 PC自己IP地址的 无故ARP 或者叫防止地址冲突的 一个检测 这前三个包的作用 对吧 好 第四个包和第五个包的作用 它在解析我的gateway 它在解析我的gateway 因为有一去一回 是吧 ARP的请求和ARP的回复 回复过来之后 它就拿到了gateway的mark地址 六个包开始 它在做我们关心的DNS的请求 因为我们要上网 访问的是我们的官网 hi.grab.com 访问的是这个域名 对不对 好 这个域名解析的时候 DNS是一个四层的协议 对不对 四层的协议 四层的协议 它应该怎么封装呢 DNS封装 是不是UDP UDP封装 IP头部吧 IP头部封装 以太网头部吧 OK 那么DNS我们不管 UDP是53号端口 这个我们上次讲过的 然后IP的原是PC PC自己吧 好 目标是谁啊 去解析DNS 是不是你PC主机配的DNS地址啊 我配的是61.177.7.1 OK 所以目标是61.177.7.1 它能直接到61.177.7.1吗 不能 所以要封装以太网 二层头部 二层头部的原是谁啊 PC自己吧 目标 是不是你解析刚刚这两个包 四五个包解析出来的 Gateway的Mark地址啊 所以目标地址写的是你刚刚解析出来的目标 目标网关的Mark地址 然后就可以正常封装 就发给网关了吧 但是你在四五号包解析的网关是20.10吧 它不是我正确的网关 点254吧 所以你把包从第四个包 第五包解析错误了以后就发片了 听懂这意思吗 所以就跑偏了 根本就没有跑到我正确的Gateway这里来 从这个整个抓包来看啊 大家看 从整个抓包来看 我的DNS并没有错 听懂意思吗 我DNS没有犯错 DNS没有犯错 我一二三号包也没有犯错 对吧 能够找到问题点的就在四号包和五号包 四五号包直接就发现问题点了 它解析错了 应该解析的是点254的Gateway 而不应该解析点20的Gateway 点10的Gateway 听懂这意思吗 OK 所以我们应该要把所有的抓到 你把所有抓到的数据包一个一个看 一段一段的看 对不对 我们学过 我们应该就会发现 一二三号包绝对是没错的 DNS查询也绝对是没错的 明白意思吗 那这些所有的包都排除掉 那有问题的包是哪些包 你就仔细看一看 这时候一眼就能看出来 它的网关肯定是错了 OK 明白的意思吗 所以我想说的是 真正的在这个案例当中 用户不能上网 只能访问内部的这样一个案例当中 它的可能性太多了 但是你通过数据包去分析 决定能找到 它现在上不了网的唯一可能性 就目前上不了网的唯一可能性 听懂了吗 所以我们对数据包的分析 要建立在对所有通讯原理的理解之上 去对数据包进行一个包一个包一个包的分析 才能找出问题 明白了吗 再强调一遍 我们在对实战片当中 不要认为你上来直接就看实战片 你就能看得懂 不一定的 我们要对前面要有一些基础 前面的基础是什么 就是我们整套课程前面刚刚讲的 我的整套课程当中 前面的基础片 基础片讲的是 Vershack当中的一些工具的用法 捕获过滤器 显示过滤器 这个能大大减少我们用Vershack 对这个网络判断故障的 这个减少它判断故障的时间 善于用这些工具啊 你在网络当中会大大减少这个时间 对不对 不是一拿就是一大堆包来分析 你可能会要筛选你关心的包来分析 对吧 还有一些工具的用法 都是在基础片当中给大家讲的 然后呢 进阶片当中就是对协议的讲解啊 这应该是最难的 对吧 这应该是最难的 它直接支撑我们实战当中能不能分析 OK 所以一大堆的协议 我们会在进阶片当中讲 所以如果你觉得不是很懂 我这边说 哪个有问题 哪个没有问题 那么请你去把前面的两个专题 好好看一看 OK 然后呢 一直在发DNS请求 却没有收到DNS回复 说明什么 说明发错了吗 你本来这个包就跑偏了 应该跑到254那里却跑到10那里 那么远端肯定收不到 也就是你正常的DNS 611这个DNS 它肯定是收不到你的查询 收不到查询 肯定就没有回复嘛 听懂这意思吗 OK 所以最终通过抓包 我们得出的结论故障是 你可以告诉这个人说 你的Gateway肯定是被错了 自己去看一下 明白这个意思吗 OK 好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明白了吗 很简单啊 第二个 继续 还是没有办法上网的 这个问题 看 用户可以访问internet 现在可以上网了哟 但是不能够访问 3w.highglab.com的网站 其他人 其他的应用都可以访问 这个问题只影响他一个人 OK 这又是一个奇葩的问题 对吧 第一个问题解决了 好 第二天 这哥们又给你打电话了 他说兄弟我这个internet 是可以访问了 但是我经常访问的一个网站 他访问不了 对吧 我们经常访问 highglab.com这个网站 我访问不了 然后你问他 就你一个人吗 他说是的 就我一个人 其他人都是正常的 明白吗 然后他说 你会问他 其他的应用正常吗 还是就只是这个网站 访问不了 他说就是这个网站 其他都是正常的 明白意思吗 好了 然后你说 那你抓个包给我吧 好了 他给你 你看啊 他的图示 还是这样子的 还是这样子的 只是这里有一个 多了一个server 这个server是我内部的一台服务器 20.20.20.10 刚才getware是不是跑这来了 这就不对了 明白意思吗 好 现在他把他把网关 肯定是指对了 如果网关不指对 其他的网站 是不是也是访问不了的 OK 来我们看 好 他给了你这样一个包 他说 你让他 说你访问 3w.highglab.com的时候 你抓个包给我看一下 我帮你分析 好 大家看一下这个包 看不太新 我们 我们 我们这个也是有包的 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包就擦掉了 我们看第二个包 好 他给你的是这样一个包 你看看 能看到吗 OK 那看到这个包 我们来看一下 你能够分析出来的问题是什么 能告诉我问题故障 应该是什么吗 那就一个个看了 前面两个ARP 一去一回 有没有问题 对吧 ARP广播 谁是20.20.20.10 对吧 告诉20.20.20.2 然后20.10给他回了 对吧 有人说这不是254吗 我们继续往下看 然后20.2 给20.10发了一个TCP的SYM包 然后直接被reset了 RST包 什么时候我们会收到一个RSTV之一的包 然后又重传了一个SYM 对不对 第二个包 这是第二个包 我是不是拿错了 看看 看错了 这个我写错了 我说怎么看的不对呢 这应该是第二个 第三个应该是第二个包 看这个包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这才对 是不是发了一个DNS请求 3w.hygrab.com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时候我把DNS应该改成了是10啊 10是我内部的一台DNS服务器 然后他给我回了一个 然后又做了一个4A的hygrab.com 4A可以忽略吧 因为我们说过了 每一个旅民 它都会有两个解析 两种类型解析 一个是A 一个是4A 明白了吗 好 4A这两个包可以去掉 然后接下来 开始经理连接了 对吧 他解析出来的是228的9点3点7 开始经理SYM 有人理我吗 没有人理我 我一直在发 我一直在发SYM 对不对 我的3 hygrab.com 访问3w.hygrab.com 我应该是一个基于TCP的连接吧 TCP之前要建立三次握手 你发现三次握手 只发了SYM 对他没有给我回SYM加ICK吧 听到了吗 然后你就要去看了 他的DNS里头 告诉你的quiler 就是Answer Answer里面 他给你回的 3w.hygrab.com的地址 是28.9点3.7 对不对 那接下来直接跟28.9点3.7 为啥建不起来呢 这个过程很简单啊 域名解析 解析 解析出了之后 他给你回复了 这个回复告诉你 用的是28.9点3.7 接下来就开始 跟这个解析出来的这个地址 建立TCP三次握手吧 三次握手建立的时候 被对方给干掉了 或者说直接就没发出去 或者发出去 对方没回你 OK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现象 我们大概可以推断出 得出一些什么结论 可以得出一些什么的结论 我来看看 等一下 我这边 第二个包是这个包吗 我确认一下啊 嗯 PPG上是吧 PPG上是这个包是吧 对 PPG上的第二个包 是不是这个 就是第二种情况的时候 是不是这种情况 应该是我刚刚打开的这个 是吧 刚刚打开的这个 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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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就看这个 我们看下面的分析啊 一号包和二号包的 ARP解析的作用是什么 好的网关的Mark地址 是网关的Mark地址吗 不是 对不对 更正一下 不好意思啊 第二种情况的这种 还是比较复杂的 因为我们看这个包也能够 也能够 因为我后面还有一种情况 要讨论 HL上不了 这都是一些 比较奇葩的问题 其实我要讨论 在我这里要讨论的 就是这个包 我以为这个包 因为它的 它的这个错误点 实在太奇葩了 对的啊 对的 没错啊 说应该不会犯这个错误 应该是对的 还是这个包 是不是很奇怪 我刚开始看的时候 都容易把它忽略掉 说这个什么问题 没有错啊 没有错 第二种情况上不了 网的时候 这哥们给你抓出来的包 是这个样子 刚才我为什么会搞错 你们猜一下 为什么我会搞错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在访问 嗨 Glubber 你看不懂的时候 应该有DNS 才对啊 我在访问 嗨 Glubber 你看不懂的时候 这哥们连DNS 发都没发 看到了吗 所以我不觉得很奇怪吗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 可能是我搞错了 可能是我搞错了 OK 所以 第一敏感的是 我怀疑的是 我的包是不是写错了 其实没有写错 其实没有写错 这就是这一题的 第二种情况的问题点 打开包一看 你就应该能发现问题 仔细想一下 我现在要去访问 嗨Glubber.com 他竟然没有DNS 说明什么问题啊 他竟然连DNS 发都没发 说明他知道是不是 我们上次讨论过 DNS在什么情况下 他是不需要去发DNS 直接就可以访问网站 是不是在本地的 host的文件当中 是优于你发的DNS 优于你本地配的DNS 理解的意思吗 所以看到这个图 你会发现 你肯定是你本地 host的文件告诉他 你的嗨Glubber.com 对应的IP地址 是20.20.20.10 所以他第一个包 他前面都不需要发DNS 他就已经知道 你嗨Glubber.com 对应的IP地址 听懂了吗 写在本地的host的文件当中 如果没有写在host的文件当中 所有数据包的访问 都应该要有DNS解析 才对 懂了吗 所以你拿到这个包 一眼一看到就知道 你的host的文件应该有问题 你的host的文件当中的 HitGlubber.com 对应的IP地址 写的是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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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所以他直接发送去 请求20.10 所对应的mark是什么 人家就给你回来 回来以后 接下来你就跟20.10 去建立TCP的30握手 你会发现一直被拒绝 因为20.10 并不是你要去访问的 HitGlubber.com 这台web服务器 而是你内部的一台主机 能听懂吗 而是你内部的一台主机 所以你就可以很明确地 告诉这个人说 你的电脑可能被篡改了 host文件 很正常 以前有个很常 很常见的攻击啊 就是我把你 我控制了你的电脑以后 我其他啥都不干 我就改你的host文件 我把你的host文件 域名 经常访问的一些域名 改成我对应的IP地址 那这样的话 你是上不了网的 你解释什么 OK 还有可能就是我们 我们在做一些实验的时候 经常有些时候 要去改host文件 你可能改了之后 没有改回来 对吧 然后这哥们发现 上不了网 所以一定要留意 明白吗 OK host文件还是有可能被改的 不是说这个 错误的可能性 在网络当中 不可能出现 不是的 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就是你可能 电脑中毒了 或者是有其他的攻击你 你的host文件被篡改 第二种就是 我们自己改 忘记了 OK 所以他给你 故障问题的抓包 发给你 你可以直接告诉他 你的host文件被修改 因为他连DNS 一个包都没有 上来直接请求 20.10 这是第二个 上不了网的问题 听懂了吗 对 但是他应该没有开80 我们要访问 我们要访问 hyglab.com 对不对 如果说这台服务器 他有80服务开启 他就可以访问了 他就可以访问这个 但是访问的结果 也是有问题的 你访问的hyglab.com 应该看到我们官网 对不对 但是你访问的 这台服务器 可能看到的是 什么其他的网站 其他网站咋了 对 就只是一个网站 也就是他host文件 就写着一对一 host文件大家打开过吗 这个host文件 它是一条一条的 对吧 他可能给你改了一条 他就是说 把你打hyglab 对应的是 28.9.3.7 其他什么都没改 那你只有 这个网站是不是访问不了 其他网站应该都是正确的 只有这么一个网站 不需要发DNS请求 直接去请求 28.9.3.7 或者直接去请求 我们这里的地址 20.10 其他的所有的域名 都还要发DNS请求的 去问DNS的 DNS告诉他什么地址 他就是什么地址 听懂了吗 所以在我这一题当中 如果仅仅只是 hyglab不能上网 而且通过 他给你的抓包 你可以很清晰地告诉他 你的host文件被修改了 听懂了吗 我们刚开始几个都是比较简单的案例 希望大家 在刚开始就培养大家 这种拿着 拿着一个数据包进行分析 对网络固上进行分析的一种思路 上来 你在脑子里就要清晰地看到 这个访问过程应该包含哪些包 然后你拿到的包当中 有哪些包 没有哪些包 听懂这意思吗 为什么没有这些包 然后就要开始想 这里没有DNS的原因是 他直接在host文件就指明了说 hyglab 他的对应的地址应该是这个吧 所以他第一个包发的是ARP 而不是DNS 他把DNS解析的过程直接省掉了 因为不需要解析了 因为有host文件 能理解吗 直接发ARP请求 请求完了以后 就知道这个地址的mark地址了 那就可以直接建TCP34 但是TCP又是失败的 为什么 因为你的这个服务器 是错误的服务器 host给你指定的这个服务器 是错误的 听懂了吗 所以根本没法与对方建立正常的 TCP34 那就根本访问不了 3w.hyglab.com 理解这是什么 OK 这是第二种情况 第三种情况 好 不能上网的第三种情况 大家看一下 用户可以访问internet 但是还是不能访问 hyglab.com 其他的应用都可以访问 查明 机构的每一个人都无法访问这个网站 好 对吧 第三天 这哥们又给你打电话了 是吧 说 又有问题了 什么问题 不能上网 不是不能上网 是可以上网 但是只有一个网站不能上 然后你问他一个人还是所有人 他说的是所有人 听懂那意思吗 然后你问他其他应用正常吗 他说其他应用都正常 然后你说 去你大爷的天天有问题是吧 然后让他让他给你抓个包 OK 然后我们看到的包是这样子的 这是我们看到的包 大家看一下这个包 这个包当中 DNS分为A的解析和4A的解析查询 这个我们在DNS协议当中讲过 对吧 OK TCP为什么三次握手只有一个S1包 这是需要我们分析的 最终通过抓包 你能得出什么 什么什么故障结论呢 明白现在问题点在哪了吗 现在问题点就是 整个公司都不能访问这么一个网站 对不对 OK 那么他给了你这么一个包 那你告诉我问题在哪 首先呢 访问higlab.com 已经发起DNS解析 说明host的文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DNS找谁去解析 解析在那 DNS的域名解析 找的是20.10 这可能是我内部的一台 DNS的服务器 看 这里有写吧 这是我内部的一台DNS服务器 我的每个TOP都是相互独立的 你不要跟三个说你刚刚20.10不是这边的DNS啊 专注于这么一种情况 你不要想前面两种情况 听懂了吗 就看这个人托付 好了 说20.10是我的DNS OK 那就向DNS去发起一个higlab.com的请求 然后他给你回了一个 说解析出来的地址是28.9.3.7 看到了吗 OK 那接下来 4A的请求就不用看了啊 这是IPV6的请求 然后他就会向28.9.3.7 立刻去发一个S1 对不对 OK S1发过去之后 对方没有给我回S1加S1K 然后他就重传 这叫TCB重传 看到了吗 一直他连续发了三个 对方没有利过 加第一个总共三个啊 也就是重传了两次 总共三个 对端还是没有利过 他这个Session就断了 所以看着这个包 你能得出什么结论 要想 你想啊 你想一下 想一下 看着这个包 你能得出什么结论 都什么都行 你想 就是DNS解析算正常吗 在这个包当中 正常的 对吧 已经明确告诉你了 说域名的对应的IP是多少 DNS应该排除 没有问题 OK 那接下来 建议三次握手的时候 什么情况会导致说 我的这台PC 一直在发S1 但是对端一直没利我 S1加S1K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什么 最有可能的情况 我一直在发S1 但对方一直没利我 对方荡了 对 很简单 就对方荡了 有可能对方 对方这台服务器就荡了 你让他怎么回你啊 听懂这个意思吗 所以通过这个抓包 你能够得出最可能的 就是是不是这台服务器挂了 你明白为什么 HIGHGLAB.COM 是我们在网上 阿里云上租的一台服务器 对吧 好 这台服务器可能被我挂 关掉了 那么 谁能访问啊 谁都不能访问 听懂了吗 所以通过我抓包的分析 DNS绝对没问题 OK DNS绝对没有问题 然后呢 建立TTP三次握手的时候 发现 有了问题 那我可能要去查的 就是我这台服务器 是不是挂了 这几种情况 还能得出一些 故障的问题现象 故障的可能性 还是什么 就是可能我中间 是不是有过滤 理解为什么 OK 因为我一直在发S1 没有收到对端的S1加ACK 有可能我这个S1 根本就没有到我的服务器吧 我在S1没有到服务器 那你怎么让你的服务器 给你回S1加ACK呢 对不对 OK 所以如果没有到服务器的话 那就说明中间可能会有一些防火墙 做了一些基于这个session的过滤 理解为什么 好 就要去查 中间是不是有过滤 如果中间没有过滤 那就一定能确保S1能到我的 HIGHG那边的服务器 那到了以后 还是没有收到S1加ACK 也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 我的这台服务器当机了 刚才说的 对不对 还有一种情况是 我的这个服务器 给我回的S1加ACK 在中间被过滤了 对吧 一个是出去时候的过滤S1 一个是回来的时候过滤S1加ACK 这都能导致我收不到S1加ACK 听懂了吗 所以通过这个简单的抓包 你不能直接定位到说问题 应该肯定是什么 不像前面两个啊 前面两个直接通过抓包 你能够很肯定的告诉这哥们问题在哪 但是第三种情况不能上网 你的可能性就比较多了 理解为什么 可能性可能性在我这里至少有三种 你就需要去排错排查 对吧 那可能性有三种 比你刚开始一头雾水要好很多 所以说我们通过Vershack 能够缩短我们排错的范围 然后再通过 我们在处理故障的时候 用的一个最经典的方法 大家排错 排错啊 用的最经典的方法是什么方法 这个方法百事不爽 不管什么时候 都是最经典的 也是最常用的一个方法 我们在网络当中 不管是网络系统 数据库 对吧 所有跟IT相关的排错法 包括鞋代码 排bug bug也是的 听懂的意思吗 最经典的方法就是排错法 控制单一变量 来确定到底是不是他的影响 听懂的意思吗 OK 我们以前做化学实验就这样 控制单一变量 来来来研究他的这个化学反应 是吧 都是一样的 那在网络当中排错也是 我把所有的 我怀疑网线有问题 那你就网线换掉 其他都没其他都没有变 只有网线换了 如果这个时候解决了问题 那肯定是网线的问题 听懂我意思吗 OK 这里也是的 OK 我们都是用排除法来解决所有的问题 范围缩小的情况下 用排除法来解决所有的问题 最终确定故障现象 最终确定故障点在哪 然后解决故障现象 OK 这个是我们第一个案例 有没有问题 可以啊 可以的 直接把它删掉 把它 因为耗色文件 它是一个可读可写的 它为什么可以创改 对吧 因为没有保护 所以任何人只要控制了你电脑 他就可以登到你的电脑系统里 去改你的耗色文件 既然能改 那肯定能删嘛 所以管理员如果发现host文件 你不是直接把host文件删掉啊 是把你host文件里边 我给 对 内容给内行给去掉 上次给大家说过的 host文件里头在 在哪啊 对对对 正常情况下都比较少 在windows 我看看 我这里有啊 我们讲DNS协议的时候有 有讲过 在这 Windows里面 Windows System32 Drivers 是吧 Windows System32 System32 Drivers里面有 DN 对吧 然后ETC下面 那 说的就这个文件 看到吧 我们通过这个编辑器给它打开 随便 都可以 看到了吧 就这个 它可能 串开你host文件在这里写了 Hi GLAB 我再叫 3W 点 这里 IPV6 对它也是生效的 你在这里写IPV6的对应 你反而往IPV6 也是按照这个 这个来走的 Hi GLAB 点 com 给你写成了28点 这里不是28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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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哦 428是吧 28 28.9.3.7 OK 其实正常发DNS解析 它不是解析的是这个地址 所以这个地址就被它创改了 能听懂吗 OK 所以如果发现这个问题 你就看一下host文件 肯定会多了一句 多了一句呢 你就把它删掉 直接删掉 对吧 保存一下 Ctrl S保存 直接删掉 所有那种都删掉 host文件里边 所有的都删掉 没有必要所有的都删掉 它前面有警号是被注射掉的 就不生效的 真的生效是下面两行 对 没有警号的是真的生效的 对 都是注射掉的 那不用管啊 OK 好 这是第一个案例 没有什么问题吧